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Debug Video Capture要怎麼去使用它 來我們看一下 目前我們剛剛講過那個版本嘛 3.01 最近是3.01 那商業版的話是29.99 30塊美金應該不算太貴吧 1000塊有找 我以前有買過正版啦 只是這套軟體它的那個正版呢 也就是說那個版本升級的計算方式比較奇怪 它是連後面這個小的更新兩次以後 你就不能再繼續升級 就是要升級就繼續付錢這樣子 反正它是便宜啦 只是我是覺得這樣 就跟一般軟體不太一樣 一般的1.0 2.0 3.0 才會小更新不算嘛 它是小更新也算 所以它我記得是算兩次 就有點傷腦筋了 好那再來就是 第一個你要知道它預設的儲存資料夾在哪裡 原則上當然預設如果您都不設定 我通常都是在哪裡 我的文件夾對不對 可是那是微軟的文件夾 就不是你的文件夾 所以你常常會找不到在哪裡 所以通常我會自己 像這樣子我會在這邊 我會在桌面上 我就用一個今天的日期 那我就直接指定到那邊去 這樣我就一下就可以找到它 就可以一下找到它 那怎麼樣去設定它的那個預設日期呢 在這裡 從這邊 您進到這個軟體之後呢 您看上面這裡有Option 選項 點開 好 點開之後呢 我往上 我這樣應該各位還看得到嘛 這樣可以喔 這樣比較大一點 好 您看這個 有一個叫做 Output 有看到了齁 這個 因為這邊 這樣比較慢 我還是用這個 這裡 因為它預設是下面這個 預設是下面這個 什麼意思呢 下面這個就是說 跟我們Word一樣 Office一樣 如果你一進去 是不是自動幫你開一個 叫未命名一 未命名二 未命名三 可是這樣我以後要改 就更麻煩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它 每次要開始錄的時候 它就跳出來 那個對要方塊 我來先命名好 當然這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所以您可以自己決定 您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換齁 所以我通常都是這裡勾起來 然後我就去 這裡 好 勾起來 然後我就會找我要的資料講 好 那第二個呢 快速鍵的部分 您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即使你沒有用快速鍵 可不可以用 當然可以用 但是有用快速鍵 相對比較方便 那一般軟體來講的話 我們絕大多數 大概就是這幾個 錄影的軟體 錄影的軟體 大概就是F9 F10 大概是以這兩個G多 以這兩個G多 那所以我通常會增加的 大概就是F8 這一個 因為有時候要暫停一下 比如說不小心操作錯了 或者在等待中 有沒有 比如說播放影片在等待中 等待中也錄影 這樣不是很那個嗎 所以我都會自動就先暫停 等到影片比較順了 我再繼續錄下去 或者有時候下載檔案中 對不對 就不需要做等待 所以在這邊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在這裡 Hack Key 那你就按一下增加 然後呢 你告訴他 Change 看你要改哪一個 你就把快速鍵按下去 好 按好了之後呢 比如說我這個Ctrl Ctrl 加F5 好了 有沒有 這就進來了 那你就看他對應的功能 你要對應哪一個 對應哪一個 這樣就可以 OK 所以我主要都是加F8 F8 那這樣就沒事啦 這樣就解決啦 那另外一個呢 如果您仔細看 我把這個放到最大 有沒有發現我的 右上角好像有個什麼東西 有沒有現在錄影的時間 還有是誰 當然如果你很大方 你覺得這個我也不必要 沒有關係 只是我覺得 還是要註明一下出處啦 要人家罵的時候 也比較有對象嘛 對不對 OK 那這個從哪裡來 從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A 這裡有一個A 嘿 那 你一定很奇怪 哇 怎麼有這麼多 怪怪的文字 有沒有 新版本 就比較方便 你就勾起來就好 但是舊版本呢 你要自己打這些 其實你仔細看 也真的沒有那麼難 我前面是 年月日對不對 有沒有 YYY MM TD 這樣了解了 嘿 那加上什麼 10分秒 10分秒 這樣沒錯吧 那如果你要固定的字 就是直接打進去就好 就打進去 那麼新版本 其實它好處 是在這裡直接勾起來就好 包括那個時間 有沒有 就勾起來就可以了 就是這一個 但舊版本就沒有 你要自己手動 可是手動也沒關係 滑過來 有沒有看到它也有說明 對不對也有說明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 那至於說要出現的位置在哪裡 就自己用 但是有一個 如果您要注意一下就是 因為如果您 只有用一個顏色 比如說我用白色 萬一我背景是白色 是不是字就看不見了 所以通常我會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有沒有看到有個Outline color 外框的顏色 所以我的上面就是有一個這樣的顏色 這樣您了解了齁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比較OK 那麼字的大小 如果您要跟我一樣大 大概是4個5就夠了 4或5就夠了 真的 你本來想說12對不對 像我們一般Office一樣12 如果你是 它預設是10 就整條都是 我是覺得這樣有點 太滿了一點 所以我平常呢 其實我會多帶一個東西 帶什麼你知道嗎 帶這個 我平常都會有一個 自己的資料夾 我就會把這個浮水印 帶著 就這些自己帶著 我不可能每次都自己打嘛 我就自己帶著 因為我們現在電腦系統 是不是都會還原 那除非說您是 就是 不會還原的 那當然就直接用就好 可是我會還原的 我就會帶著 我就 下次就不用再重打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都那麼熟悉的 因為每次上完課 就打掉重練 打掉重練 每個禮拜我總是要練個五六回吧 自然是不是就相對比較熟悉 所以我也是訓練出來的 所以呢 您看到這樣子之後呢 大致上這個軟體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 但是最重要我們剛剛講 那個編碼 對不對 在這裡 您看到 預設的話呢 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預設是API 對不對 那重點 是編碼的方法 你看這裡也有MP4 也有MP4 所以如果您30天內 就是試用期30天 還是都可以錄MP4 其實事實上 什麼格式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剛剛講編碼 你看後面這裡 編碼的方法 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它用的是H.264 重點是這一個 你用這個會比你直接用MP4的那個編碼還來的小 現在還有比較新的是H.265 但是用H.264 我們這個檔案就可以變得蠻小 就變得蠻小的 所以其實您待會兒都可以嘗試看看 都可以嘗試看看 那它 除了這個錄影以外 錄影以外 它也可以怎麼樣 就是直接錄網路攝影機的畫面 假設你就是以現場為主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不要拍到桌面 我們預設都是Screen就是桌面 對不對 桌面 那你也可以直接拍這個 錄這個網路攝影機的畫面也可以 甚至是來自哪裡 Device 就是那個真正的網路攝影機 就是遠端的也可以 比如說你要做監控的有沒有 它有類似的就是類似像那個排程 一個時間就自動拍一張 或者自動錄一段這樣 可是我想我們教學上主要還是以螢幕的跟現場為主 就是用這兩個為主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待會兒要不要試看看了 可以的齁 你可以比較一下 重點是先比較看看 比較什麼 到底錄下來檔案大不大 因為方便帶走才接受嘛 太大的留在原地不要帶走 OK 來 換給您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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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